像这次高宏安就直接用贪污秩序条例 法官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两套标准 军爷司法双标 日前国民党立委王宏威和北市议员李明贤 上节目谈高宏安贪污案替他抱不平 没想到同台媒体人陈辉文跳出来爆料 两人离开镜头就变脸 他们就在摄影棚外面啊 开始骂高宏安啊 你一句我一句然后聊得很开心 骂得可带劲啊 我想说你们两个也太恶心了吧 你们是昧着良心在讲话呢 怎么和节目上说的不一样 陈辉文看傻眼 不过他一向被视为青蓝名嘴 这番爆料有人质疑把私下对谈曝光 看来要少两个朋友了 陈辉文再发文 认为摄影棚外走廊可不算私人空间 自己也不敢高攀这两位是朋友 更何况跟他们连赖都没有 提醒网友重点是棚内外双面人 李明贤赶紧澄清 私下聊的是办公室公积金 都是自偷腰包 包括政论节目收入 也认为双标仗的批判太重了 王宏威则反唱陈辉文 直嗓博声亮 为什么会到陈辉文的嘴巴里面 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不堪 或羞辱式的言语 民嘴想要制造流量 或制造话题的话 大可不必这样的扭曲 高宏安跟严宽恒那个是回力标 检验像这几个像王宏威李明贤 每个人都把郑文燦讲得很像十二不是 讲到高宏安讲到严宽恒 大家都秀名名 那你们这些政客 这些双面人你们双标的 陈辉文还开直播 趁别提到自己人就秀喵喵 网友讽刺国民党这样很正常 敌人的敌人就算违心也吞得下去 高宏安设谈案不只成为政坛话题 更扯出蓝营人前人后两套标准 女新闻综合报告